精彩的全黄四五的局 大表哥刚刚终于是开服了啊 终于开服了 来看一下大表哥对战日本M大师的牙刀啊 双方的手法选择同样角色都是选择牙刀 牙刀这个角色大家现在也被我过度的啰嗦了 都明白啊 特点就是丰富的起着压制的套路 而且机动性又这么强 各种派生技能会让对手相当的位置头疼 那现在双方的血量已经是只差了一点 我去大表哥被这双剪刀一个先手机会 这个漏捡到了那么就是要死 三合条杆感觉一般需不需要改下不需要啊 欢迎三只松鼠来了 好久不见松鼠啊 那么欢迎千九女胜 那么咱们来看本场比赛来自于大表哥对战 日本M大师 咱们这边是晚上十一点 日本那边是晚上十二点了 鸭子 我真的不是没时间 做过 这个手机会 是 你 如果 我理解 你 要许啊 早就来了啊 不要潜水啊要说话 冒泡 最近现在背景音乐啊是越来越激昂了 非常贴近现在双方的战场上的对 战场上是对决实况 提马基抱拳 就是两气追加普通战KO掉了大表哥的中间蜡波大表哥又难 难挨了对面是两罐满血啊打他的一罐血 可瑞迪战拉尔夫 挖击挖击 找得压力向成功大德哥又挨锤了对面 已经打掉他 半血咯 无鸽的血量特瑞现在手上有三条气的资源利用好了 打个跳跳不过去对方提前出cd 生龙打口 哎呦我去 M大师也紧张也出现个失误但是他现在是绝对血量的优势啊 这么多这么多血量大表哥跳低站地站地开比赛 我到盖撒 接顶点吧 没有了没有没有办法接顶点了 三位站取消凉气的形成暴击漂亮 啊 这里表哥没有在吝啬自己的气啊直接上两个气场发 啊大是谁啊啊大是 战哥啊战斗 他整天改名字 最早就要三仗 迎风标三仗 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战斗 大表哥 被M大师 又领先了一分了6比1了6比1了 嗯 今天晚上对局啊来对大表哥对战日本M大师 啊 m 大神今天晚上用牙刀给大哲哥上了一课啊 告诉他牙刀的最最强的水准是怎样的 但每个牙刀干不过他牙刀哦 又是跳td大哲哥现在血量最后一哥了 哎哎 这个圣龙是认真吗兄弟啊 林家红啊小莲子 小莲子加好兄啊来看看对局 大哲哥拉尔夫手上的血量要扁牙刀要多一些 只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对方的进攻啊 回身抓大哲哥落地硬直马上带来一套 继续吃压制大哲哥现在裸暴气了 裸暴气是有加运质加伤害的一个动用的 他现在对方带的下宾木亚大得取消演技一个一起打招 现在牙刀m大师牙刀强还是小孩牙刀强应该是小孩的吧 应该是小孩的啊 这一边是小孩的 放个顺序 逃避压高 练避压高 好了同时出第一了 大表哥现在特别好难受 对方又打退小单的局面了 空中在的派招 继续小超重腿 跳入整股 一眼的击水杯 比方好在 对方气不够啊 特瑞现在 空有资源 但是没有机会 你看 完全压着死死的大表哥 现在很难受啊